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咖啡班尼对本栏目提供了大力支持和赞助 本栏目官方指定电视品牌赛普特 刚刚你们有看到一个特别的开场 其实这期节目非常特别 因为我们有三位非常特别的女嘉宾 在我们的帕沃拉夫困难交友网站上面 是人气非常高的三位女嘉宾 所以说这一期我们要走进这三位漂亮姐姐的个人生活 让我们看一下她们是什么样的漂亮姐姐 现在我们就把摄像机交给赵小薇和韦丁萨 我先去换一会儿 哈喽 加州阳光 今天天气好好哦 真的 晒得我们两个连眼镜都没有办法摘下去 没错 OK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Nancy小姐的家里 你看外面好多花哦 我有感觉里面移住一个美女 这个房子好漂亮 真的还蛮漂亮的 这里是Demble Park 好像很多富人住在这儿 没错 我听说很有钱的人 她们都住个别 你们想知道在美国有钱都住哪里吗 本来把它抄像台湾那里 让我一起去吃一吃摩鱼吧 吃摩鱼 好抬哦 想必是一个很有钱的女人 对 很有钱又很有实力又很美丽的一个Nancy 那我们一起进去看看好 好 走 我们进去 好 进去 哈喽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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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进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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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哎呀好漂亮呀 在干嘛 我真的包饺子 真的包饺子呢 你们先坐一会儿 我马上就来 好好好 辛苦姐姐 辛苦辛苦 需要帮忙告诉我 好好好 Nancy要不要帮忙 Nancy要不要帮忙 咱们先去换衣服来 好 好 马上就帮忙 好的 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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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是熟金牛做的 平时特爱做好吃的东西 我自然是一个很吃苦耐劳的 遗传了父母亲的基因 父母亲是军人 那么父亲曾经参加过越南战争 母亲也是留学过苏联的 母亲的手风心拉得特别好 所以我的艺术还是遗传了母亲的这个基因 但我对生活当中 我也是对自己要求也很高 能够吃苦耐劳 我追求的这个感情 我觉得是要接力气的 就像我自己一样 要有真人感 重情重义 我不在乎对方的这个物质上有多富裕 而是在精神上拥有富裕 能不能共同的心理成长 我觉得我自己是属于那种40级的年龄 30的容貌 20的年龄 20的年龄 心态永远年轻 那当然有朋友去教我说 我应该是50岁的这个智慧 60岁的沧桑 我的感情经历呢 现在自我总结有两句话 借别人的话来说 虽然生活略得我百千遍 但是我略得生活依然如初恋一样 我非常乐观地追求生活 我希望我心目当中的男人是他的内秀 而不是他的外在 他的身高一定要高过我了 我对爱情观呢 我其实追求的也是挺接地气的 例如说有很多人肯看重外表 当然我也是身高也是算OK的 1米65近高了 但我希望找一个比我身高高一点 但是更重要的就像说的 如果像马云那样也挺好的 男人不在于什么呢 真是内秀很重要 你的事业是否很成功 我觉得也不重要 因为你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 够不够关心家庭 对我足够关心 我不希望吵架了之后 然后还有隔夜筹 这是我很不愿意看到的 中文字幕提供 这下个小小的年轮 然后你们在一起 要比我个小小的年轮 我为你留下第一次很重要 你也不做一什么 真的吗 我能够找一年轮 我是很好的 母亲 17号我平时在开车的时候 我特别喜爱我自己平时 谈的贝多芬的月光第三月章 我觉得那个激情非常棒 虽然那个速度感是非常好 但是在高速公路开的时候 那个感觉既有激情 而且是很冷静 不会亚语 不会低于男人们开车这种很宝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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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感觉不一样的 这是要有一种激情 我觉得我的 这个 精神上的偶像 绝对是贝德凡 我的灵魂 绝对是巴赫 因为巴赫是在这 谈的音乐 就像那个天神一样 宇宙万物都是相通的了 所以我会看透了 人再多 再多钱就一张床 再美丽就一身衣服 再多吃的就一个碗 你装进去 其实我觉得很满足 因为我们光溜溜来到这个世界上 最后走了的时候 赚了一身衣服 赚了一份棺材 最后还烧热灰 所以我们应该很感恩生活 活在当下最有趣了 真的 非常舒服 嗨 哇 谁来太火辣了 好性感 来来来 我们一起来游吧 每天呢 这个这么 你看今天阳光这么好 所以很舒服 哇 好 好像那种MV的现场 就是说哪里 带你 我呢 我呢我有三个孩子 大女儿叫Money 两个小的叫Angel Melody 意思就是天使的旋律 天使的旋律 她们非常可爱 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 也是心心相应的 大女儿很懂事 很优秀 我的大女儿 亲戚书画 这个画过画画得不错 也能弹琴 学习也不错 两个小的呢 特别可爱 每天呢 一回来就会问 妈妈 你做什么了 今天你去哪儿了 每天都会说 我很爱你 晚上会抱着我的脖子睡觉 早上起来也是 每天都很开开心意 她们很懂事 当然也会很打架的 很调皮 非常可爱 有趣 我的事业呢 其实虽然我是个钢琴老师 但是可能有区别 与其他的钢琴老师不一样 那专门是做这个 英国皇家英语学院的 这个ABRSM考试 2007年参加亚洲钢琴公开比赛 我派了30个学生比赛 有24个获得决赛权 同时有三个获得冠军 两个获得亚军 其他都是一等奖 小A 我们要不要收一下 好啊 赵小A 我们要不要收一下 好啊 我们要不要收一下 好啊 你们要收就快点收好不好 磨蹭什么啊 你们节目做也太差劲了吧 Nancy呢 她的金星是在双子座 然后她的月亮是在天蝎座 金星在双子座 她其实是个非常聪明的女生 她喜欢跟一个很聪明的男人 然后有非常机智的对谈 所以呢 如果你是个很风趣的男人的话 其实Nancy这样的女孩子 她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伴侣 因为她可以跟你聊 很多很多不同的话题 那还有呢 她的月亮是在天蝎座 月亮在天蝎座呢 她其实是个非常性感的位置 所以呢 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女孩子 她也很适合在家里面 你们可以吃个很棒的晚餐 然后喝一瓶红酒 然后饭后可以看一个电影 就是格雷的五十道阴影 你知道吗 好 所以呢 如果你对这件事情很有兴趣 你想找一个跟你聊得来的人 然后去品尝美食美酒 然后去看一个很棒很精彩的 格雷五十道会的电影的话 请找Nancy 美丽是一种语言 美丽是一种态度 美丽是一种生活方式 人爱一美 美丽 从现在开始 赛特赛普特精品电视 三十年品音专业的精品电视 及音响制造品牌 今夏推出新产品上市 4K超高清解析度的 49寸 55寸 65寸 大型4K系列 LED液晶电视 四倍时下 1080T高清电视 及强力蓝牙 HOWA Soundbar组合 米点尺寸的高中面Soundbar 配合平面时尚设计的 强力闭音辈子 请上官网查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我们手里到您的嘴里 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几步 选用最优质的食材 多年经验的大厨主理 每一块寿司 每一盘菜肴 都有我们的用心 和满满的诚意 上百种料理 一种价格 Or you can eat 您全家的选择 阿姬寿司 最健康的饮品 来自最健康的食材 GCB有机饮品系列 有机熟果调制的天然果汁 不加不低水分 现模型组的低专性有机咖啡 每一份都是最高品质 又爱别人认可的有机茶叶 高温满足 成为你手中香滑可口的奶茶 GCB时尚 活力 健康 PowerLive情有独钟 是以美国为中心 服务于全球华人的 婚恋交友网站 公司实行会员制服务 一对一个别介绍 网络服务 婚恋心理咨询服务等 公司开设系列讲座 包括化妆 形体训练 并定期组织活动 为单身男女 创造一个社交平台 贵人不受区域年龄的限制 将接受全球贵人 愿天下有情人 终成郡主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好热哦 又是很晴朗的一天 我们在这边每天天气都是这样 大太阳 大太阳晒死我了 蓝天白云 哇 看这个房子很可爱 是不是 很像童话世界里的 没错 而且你们都觉得很多房子长得有点像 对啊 这个城市叫做窝囊 核桃市啊 听上去像那个老柴的 葡萄夹子一样 是不是 哦 我跟你讲这边还蛮上流的 我觉得 这样看过去好漂亮哦 我们两个就到哪里都觉得人家上流 没错 艾瑞威尔都觉得有钱 是这样 但是我们不是很拜金的 OK 不拜金 不拜金 OK 今天这个女主人就住在这个房子里面 不知道会不会是一个公主 好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好 走 叮咚叮叮叮叮叮 哈喽 嗨 嗨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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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进 请进 好 好 大家好 我是Francis 做银行的人可能会比较知道我一点 因为以前做班做蛮多的 那我是天蜇座 可是呢 我不认为我非常神秘 我是蛮透明一个人应该是属于 然后希望把自己心里的想法跟看法观点全部都讲出来的一个人 如果我如果有什么东西今天不讲的话我今天晚上可能就没办法睡觉 感情 感情方面很不幸的是我离婚了 那其实这不是一件好的事情我希望大家都应该比我幸运好因为这个事情对我们小孩子真的是会有伤害的 我有一个女儿 我有一个女儿今年已经22岁了 她是蛮出色的 她被Berkeley第一天就接受了 可是她因为觉得离开妈妈太远所以没有去 她现在UCLA念那个精算师的那个专业 我们两个现在不是那么每天见面好因为她住校 可是呢她心是在妈妈身上 她很多时间都会来关心我 我们互动非常好 她是我的小棉袄 我觉得作为单亲妈妈来讲 我其实一点不觉得我们很可怜 我没有这个概念 我们没有可怜 我觉得我很知足 我跟我女儿的关系好像是一个朋友 好像是一对姐妹 那我也不会去非常要求她你要做什么 我觉得这个就没有用 反倒我给她一个空间 就像她去UCLA第一年的时候 她说妈妈那个好辛苦 一个课程有四本大书要看 我跟她讲说我们拿C就好了 我们就要PASS就好了 不需要有压力 我觉得这个读书成绩不是全部 不是那么重要 反倒是说小孩子觉得没有什么压力的话 她倒是有一个空间她自己成长了 我觉得这非常重要 我不认为我是一个女强人 因为这个女强人的definition是unlimited 我不认为我是属于这一类型的 我觉得自己很厉害很能干很威风 其实我得罪了还不少客人 因为我的时间非常有限 没有给他们surf好我很抱歉 那我现在呢就是一定要把她赶过来 我现在客人都是我朋友 我一个客人就是一个朋友 所以我都跟他们互动非常好 我也用自己的专业用自己的态度 提供他们更quality的服务 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 我觉得这个是我要的 那还有一点赚钱是不是更重要 其实不难 对我现在来讲说能够服务大家 那个才是比较重要 赚钱倒不是第一个选择 那如果我能用我的智慧 用我的才能 用我的热情 能够帮到每一个人的话 那真的是我很满足了 我的心情爱好其实非常的广泛 我比较active 我以前上学的时候 就一天当晚在海边 滑那个lullaby 我把lullaby那个鞋子 放在我chunk后面 一下课就跑到海边去开始滑 我非常喜欢海 因为海很宽广 让你觉得是说 你人生的烦恼 就是微不足道 那我现在来讲是说 禅修是我第一个喜好 因为我觉得要师佛 这个理念上师给我们的话 是非常的make sense 因为第一点 你要把自己身体垫好了 你才可以去帮人家 你不能自己都趴在床上 什么都不要谈了 那第二点 在你的mental里面 你要getting stronger 你自己mental可以support自己了 你才可以able to help other people 那第三点 有这个两个以后 你练身了以后 你才会有这个skill 然后才能去help people 我觉得这非常的make sense 健身房也是我的一个 非常的一个favorite 我健身房 我拉筋 我做瑜伽 我游泳 我游泳 跳下去一个小时 连气都不会惨 感情方面 我觉得大幅大规 对我来讲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其实我不需要找人 我也活得很好 非常好 所以这不是我的第一选择 那我找到一个favorite 是一个long turn的 然后我希望我们之间有一个共鸣 有一个共同可以share的东西 有一个看法 生活的理念 生活的习惯 当然也就是油盐酱畜 这一些平凡的东西 大家比较match 这个非常重要 我觉得 那关于信仰方面 我很respect every single 个relationship religion 那很多人喜欢gah 我其实我也believe in gah 我觉得gah很好 它带我们很多 很positive的那个power 那我现在比较亲近佛教 因为我上师是经不起 我们是要师佛的 那如果能够跟我一样的理念 那是最好 那是perfect 我觉得每个人在世界上 悄悄地来了 那我们又悄悄地走了 人冷静下来的时候 会想一想说 我们到底来走这一趟是为了什么 时间每天都这样过去了 那如果没有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的话 我们为什么还活着呢 为什么要走这一趟呢 没有任何意义 难道我们来的时候 就是为了尽情地享受一番 尽情地把自然环境糟蹋一番 尽情地把所有的动植物都全部砍完 才罢休吗 这不是我们要的 那对我来讲说 第一点我觉得如果有机会 可以回馈社会 回馈大众 就算做一些很普通的事的话 我非常愿意 我非常愿意 这是我一个人生蛮大一个目标 那第二个就是 我现在选择吃素 因为很多人问我这个原因 为什么 我就跟他们讲 难道你们没有听到植物 水果都在叫说 快来吃我吧 快来吃我吧 你没有听到吗 那大家当然会笑好 其实我们做错太多的错事了 我们杀了太多的生物 来满足我们自己的欲望 那欲望越多 烦恼越越多 说实话我们做的错事也会越多 所以我想趁现在还来得及的时候 我要赶快悬崖勒嘛 做一些不要伤害大家的一个事情 因为在这个宇宙空间 我们人类跟动物跟植物跟环境 都有是一个mutual respect 就是大家尊重大家 有一个互动 那如果我们always 为了我们自己来去伤害别人 伤害大家的话 我不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感谢观看 就是唐卡是一个 不仅是一个艺术品 而且是一个很珍贵的一个争吵 那当然请这副唐卡 就是希望我们全家 能够幸福平安吉祥 那同时我也希望 很真诚的希望说 能够把这个吉祥分享给大家 所有需要的人 所有有缘人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分享到 也祝福大家都吉祥如意 好 我们来讲讲看 Francis这个大美女 她的金星是在射手座 然后她的月亮是在牡羊座 所以这个女孩子呢 她其实给人感觉非常的有热情 而且她非常喜欢照顾身边的人 所以呢 如果你还找不到人生的方向吗 你还不知道你下个阶段要做什么吗 你不知道宗教到底要不要相信呢 或是要信哪一个宗教 请赶快联络我们节目组 来寻找Francis 他绝对会给你很棒的解答 美丽是一种语言 美丽是一种态度 美丽是一种生活方式 人爱一美 美丽从现在开始 塞浦特 塞浦特 精品电视 30年影音专业的精品电视 及音响制造品牌 今下推出新产品上市 4K超高清解析度的49寸 55寸 65寸 大型4K系列LED液晶电视 4倍时下1080T高清电视 及强力蓝牙 HOWER SUNDERBAR组合 米丽尺寸的高中面SUNDERBAR 配合平面时尚设计的 强力闭音被子 请上官网查询 5倍速度的高中面SUNDERBAR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网络服务 婚恋心理咨询服务等 公司拍摄系列讲座 包括化妆 形体训练并定期组织活动 为单身男女创造一个社交平台 贵人不受区域年龄的限制 将接受全球贵人 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4th 2 4th 3 4th 3 莎莎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出来一天了 现在几点钟了 现在已经晚上七点半了 真的吗 但是你看这个天还是像白天一样 我觉得在加州是从早到晚都是那么阳光 对 真的 心情不好都不行 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是Bowburn Park的一个公园了 美国人下班之后呢 都喜欢到这里来 带带小朋友带带狗 一起玩一玩 hunt out一下 非常地惬意的生活 对 你看主角来了 哈喽主海丽莎姐 哈喽主海丽莎 婶主海丽莎 哈喽大家好 我是Lisa 我现在在洛杉矶 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因为我喜欢美丽吧 女人怎么能把自己的优雅美丽维持到最后 所以我就在美国选择了我喜欢的行业 就是喜欢去学学美容 然后自己漂亮 也把周围身边所有的人打扮得漂漂亮亮 让他们青春常住 我的星座是双鱼座的 是一个很开朗的 然后呢 比较一个正能量的人吧 我喜欢运动 因为我从小是体育运动员出生 我以前是学那个基建的西洋剑 小A你不是跟我说过你以前学过摔跤 没有是千球 千球 喜欢一下 中国千球界的第一美女是不是你呢 传说中千球界的范冰冰就是我了 嗨大家好 因为我的个子我的身材嘛 每次走哪都是把我很小的时候把我会选进体育队 她是极建界的李冰冰啊 真的吗 你们今天PK下来 小站一下吗 不同种类耶 让我球很重会砸到的 学过田径 羽毛球都学过 最后选择了基建 我觉得基建比较帅气 然后后来进了孙队当了专业运动员 然后又又出来以后读了幼儿教育 在幼儿园工作我也比较喜欢小孩 然后后来自己做了一点小小的事情 然后三年前我来到美国 我喜欢做一个美丽的女人 所以现在在学一个美容执照 小儿应该比划一下 快点回看 真的吗 千秋我是这个是吗 千秋对 我是我要这样吗 这样 不是 你摔跤的 摔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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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摔跤 平时呢 我喜欢 也刚刚学吧 在学高尔夫 然后 我也会去上一些舞蹈课 一些舞蹈表演 还有唱歌 时装 我都会去参加一些 还有一些比较 一些公益的活动我也喜欢 就是说 我会把好的东西带给大家 也喜欢去帮助人 我还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做很多事情 都是比较正能量的活动吧 我喜欢去唱唱歌 然后参加一些舞蹈队跳跳舞 就像我明天晚上 我还有一个电视台的演出 然后我会去四川 学了一个我们穿剧绝魂变脸 我先看一下丽小姐的套路 哎呀 哎呀 你是我穿进衣服 我要这样吗 对 可能不错 哎呀 哎呀 两个女人的战转 我中电了 特别别跟李丁丁 我中电了 我喜欢我的生活 多姿多彩一点 就是我会把健康快乐的一面 带给大家 这样大家也会受我的影响 大家都会去快乐起来 我有一个小孩 是男孩 今年十五岁 他现在大陆 明年会过来跟我一起生活 这个小孩 这点性格特别像我 他心地很善良 也喜欢体育 喜爱的运动就是篮球 他心地很善良 也很 就是说 比如说我生病的时候 有一次 特别特别爱打篮球 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让他出去玩 他平时也是经常出去玩的 比如说有的时候去打打球 或者跟小朋友去骑单车 看看电影那些 后来我那天生病了 我就告诉他 我说妈妈今天不好了 你可以不出去吗 然后他小朋友就跟他说 今天我们出去玩吧 他说不行的 我妈妈生病了 家里没人陪他 我要在家里陪他 我今天哪里都不去 我觉得挺感人的 我对感情的理解呢 我就觉得是 我希望找一个有文化 有修养的男士 但是呢 修养 修养吧 应该算主要的 然后我喜欢 就是像陈道明那样 简单说吧 就是比较 对家庭负责任 然后他就是说 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然后对家庭很负责任 疼我 然后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吧 比如说他说一句 我爱你啊 送你一只玫瑰花 我觉得那个年龄 可能还不如 就是说我生病的时候 能给我倒一杯水 寄点药 我觉得可能这个 还现实一点 对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讲 我中间 我感觉我要死了 死也要拿着他死 小A 死得好假 我被丘比特的剑射中了 所以希望今天丘比特的剑 也能射中丽莎姐姐 让她正幕我们的节目 找到一个美好的 要先射中她 然后再射到我跟小A 射 把我的剑白 发型乱 把我的剑白 哎呀 啊 怎么能生来这么爽 哈哈哈哈 午夜 渡上西楼 月 如沟 寂寞 无痛 深远 说 请求 见不断 我 你还乱 是 你愁 别有 一番智慧 在心头 无功 无叶 渡上西楼 封 无叶 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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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不斷离海亂 是你愁 便有一番滋味 在心頭 我們接下來要講講看這個Lisa 這個大美女 我們要講她的心象 我們看她的金星在雙魚座 然後月亮在天秤座 金星在雙魚座 它就是一個非常像重搖女主角的位置 所以你知道重搖就是非常夢幻 這樣 然後她的月亮在天秤座 所以其實她是一個 內心其實是一個貴族氣質的一個女孩子 所以呢其實Lisa她給人的感覺 就是一個非常生活有品味的一個女生 所以呢如果說各位的男生 如果你們希望找一個生活有品味 或者是說你會想要學習一些時尚啊 Fashion的話 其實跟Lisa做朋友非常的適合喔 美麗是一種語言 美麗是一種態度 美麗是一種生活方式 人愛一美 美麗 從現在開始 Cyptor賽普特精品電視 30年品音專業的精品電視 及音響製造品牌 今夏推出新產品上市 4K超高清解析度的49寸 55寸 65寸 大型4K系列LED夜晶電視 4倍時下1080T高清電視 請上官網查詢 從我們手裡到您的嘴裡並不是簡簡單單的幾步 選用最優質的食材多年驚豔的大廚主理 每一块寿司,每一盘菜肴都有我们的用心和满满的诚意。 上百种料理,一种价格。 All you can eat,您全家的选择,阿姬寿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一个别介绍网络服务,婚恋心理咨询服务等,公司拍摄系列讲座,包括化妆、形体训练并定期组织活动,为单身男女创造一个社交平台,贵人不受区域年龄的限制,将接受全球贵人,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恭喜二位成为AMCC仁爱医疗美容中心提供的人爱之星,并获得由AMCC仁爱医美提供的美容服务一次。 今天真的是非常让人开心的好日子,那我们情有独钟牵手的第一位女嘉宾张可呢,来到我们仁爱医疗美容中心,接受我们赠送的一次微整形治疗。 那通过我们治疗师Nick的仔细评估呢,还有和我们女嘉宾张可的沟通,我们决定为张可进行一次微整形的填充。 那下面就是我们Nick道士的show time啦。 观看, Seong忍莫长工制定是很大的阶段, But像是女登最 armour性的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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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现在呢站在四季广场的咖啡Benny门口 一会就要跟他们用下午茶的方式一起来聊天咯 那我们呢就进行第一个今天的第一个话题 第一个话题呢就是大家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 我喜欢有一定还是有一定经济基础的男生 就是说不一定要有奢侈的生活 但是一定给我舒适的生活 我比较喜欢比较成熟的 然后呢可以跟我一起健身的男孩子 哈喽你好我是南西 我觉得精神的财富永远大过经济上的财富 我相信精神上有财富的男人一定在经济上不会很低 那各位姐姐对男性的这个年龄有什么样的要求吗 是喜欢小鲜肉大叔还是什么类型的 有没有什么明星可以给我们参考一下 每人说一个你们最喜欢的男星 我们让观众朋友们感受一下大家喜欢什么类型 我心目当中的男生比较崇拜中国大陆的明星 就是陈道明 我非常喜欢他 很帮欠我好像没有很中意的电影明星 可是我比较喜欢说 无论年龄大小跟我迈迟比较重要 我喜欢的明星都被那位姐姐给说了 也选到行李出现了 对对对 但是呢我还喜欢就是说比较有家庭责任的嘛 责任感强的那种居家男士 那大家喜不喜欢马云 马云可以接受马云吗 不能 这姐姐一直在摇头 可是他非常有经济基础 可以给你相当舒适的生活 他应该是奢侈不是舒适吧 我觉得经济基础不是全部 我们需要的是一点内海 就是还要长得帅是吧 像马云那样长得就不行 这他可能高个十公分啊 我觉得就是说男人不管帅不帅 我觉得就是马云的那种成功的精神 我是挺欣赏的 我觉得就我找的男人不一定像马云有财富 但是我希望他有马云的勇敢 非常好 那我们进行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现在呢 无论多大年龄的男的 他们都会选择二十多岁的小姑娘去交往 那你们觉得你们的年龄段相对于二十多岁的小姑娘 在恋爱中的优势是什么 我觉得我们这个年龄的女孩子就像那个像钻石一样 所以是肆意芳香 刚才这位美女姐姐说的和我一样了 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年龄段 虽然说在年龄上没有优势 但是我们在所有的思想品味 就有一点类似像女儿红一样 有一种酝酿了很久的 我们也可以有男人的担当 但是也有女人的柔美 好 我想要问一下一个问题 就是你们觉得你们有那么多丰富的人生经验 你们可以带给对方还有这段婚姻 最大的礼物是什么呢 我觉得我自己呢还比较优雅 然后呢样子还过得去 我会碰饪很多很好吃的东西 而且有这个天赋 给对方 我也很阳光 因为我平时喜欢体育啊 唱歌 跳舞 时装 我什么都爱好这些 只要是正能量的东西我都喜欢 我心地也很善良 然后也很孝顺 我可能没有刚刚那个美女这么的perfect 我是一个蛮乐观的人 因为我也过了很easy的life 没有什么担忧的 所以呢我给对方会有一个不担心 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担心的 天也踏不下来 那如果天真的踏下来的话 那高个子顶着就好了 有什么可以担心的 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 我觉得我能带给一个男人的幸福最大的就是 我虽然在40的爱人际的年龄 有30的容貌 20的心态 虽然我是个艺术家 但是我是个接地气的艺术家 下的厨房上的厅堂 很善良 尊老爱有 这是美的 我希望就是如果能嫁给他 我永远可以左右陪伴他 好 聊到现在呢 我的饮料也喝完了 也差不多该下班了 好 莎莎 时光匆匆过去了 没有想到今天就是父亲节 对呀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单身的爸爸们 或者是想要找到新的妈妈 新的阿姨 新的姐姐跟的孩子们 请踊跃地和我们节目组联系 登陆Powerlog网站来寻找这三位美女的资料了 没错 哈哈哈哈 我觉得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 杉杉你今天的工资没有了 我差了 好 哈哈 我 我可以超过吗 怎么办 小姨你知道吗 我觉得今天小的CAN 我觉得突然我的话讲了好多 你话也讲了好多 我觉得好自在哦 对呀 而且上期自从她说完我35岁之后 有多少男朋友跟我分手 没错 而且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 我们两个现在 终于可以让观众看我们的正面了 这样子 对 所以说没有CAN 世界是美好的 Yeah Yeah 哈哈哈哈 情有独宗 飘洋过海找到她 今天我们看了三个女嘉宾 她们就是虽然到了一个中年的年纪 但是她们依然美丽 她们外表依然美丽 然后内在非常非常的充实 那今天就是很多人对她们有很多的疑问 就是说为什么 什么这么美丽的女生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 那的确呢就是一个呢 她们的生活交友范围很有限 工作非常忙碌 她们在自己的行业当中是一顶一的 其中我们讲到就是Lisa Lisa呢过去是专业运动员 然后她做事呢非常非常的精进 然后现在在学习自己的美容专业 然后现在在学习自己的美容专业 也会生活 她们除了外表以外内在非常丰富 经过了时间的历练 她们对人生有自己的见地 同时呢也很会生活 所以我在这里呢建议电视机前的男生 那现在如果要跟她们就是要找到一些 她们的财富中最宝贵 她们身上的特质是我们所在婚姻当中 是非常宝贵的这些财富 现在很多的男生其实对交友 只有的对象她们很迷茫 她们呢就是到了中年的时候 她们很怕再次伤害 所以在寻找对象的时候呢 她们其实呢要寻找20岁的外表 30岁的身体 然后呢40岁的精神 其实往往呢 所以她们呢在交友过程当中呢 碰到很多足利 没有牵手成功 那现在今天我们呈现的这三个女生呢 Power Love的这些member呢 她们呢虽然就是说 这年龄是这个年龄 但是她们仍然保持着年轻的美貌 然后保持着亮丽的体型 就是最佳的体型 然后在工作上 她们是非常出彩的 在经济上她们又非常独立 在感情上 她们在爱的能力上 又有这么大的一个能力 所以这些女生 是我要极力推荐的 在这里我要极力推荐这三位女生 所以请电视机前的观众 如果你看见就是这一期节目的时候 尽情跟节目组联系 来主动的约会这三个女生吧 每个人都不希望岁月 在自己的脸上留下痕迹 尤其是超过30岁以上的人呢 更是在乎老化的问题 仍然医美在前几期介绍了 有关于肉毒感菌除皱 还有就是玻尿酸的填充 引起的部分人们的回响 那今天呢 我特地来这边介绍有关于 顶尖高科技的医美技术 黄金电波拉皮 还有就是黄金PRP 自体干细胞回春树 首先呢 我先来介绍电波拉皮 电波拉皮可以说是 目前医疗技术上 拉皮手术中效果最好的 对于失去弹性的手灵肌肤 非常有效 它不需要开刀 所以不会在皮肤表面上 留下伤口疤痕 而且疏后的两个月后 皮下的胶原蛋白 会因为受到刺激慢慢的增生 所以脸部肌肤 会是循序渐进的拉提 紧实 更不会有皮肤凹凸不平的情况产生 那PRP是用短短不到15分钟的时间呢 制作出富含有高浓度血小板 和9种生长因子的血浆 PRP的治疗效果非常的好 因为它可以加速骨骼 肌肉细胞的修复再生速度 修复受损的细胞 促进胶原蛋白增生 促进微血管周边循环 及软骨组织的再生 不需要手术 没有伤口 也不需要修复其 是想要保持清楚美丽的爱美人士的最佳选择哦 PRP对于皮肤可全面提升和再生 对皮肤的纹理 胶原蛋白和弹性纤维 进行全面的修复和组合 所以它的作用不是针对皮肤的单一问题 而是全面的改善 如过敏性皮肤 皱纹 凹坑 毛孔粗大 还有皮肤粗糟等 它都可以帮忙的 那至于针对表皮的细纹呢 填充凹陷 还有腐瓶的皱纹呢 也可以丰满下滩 肌肤的组织 那至于疗程后的一到两个月内 就可以看见肌肤质地纹理多方面的改善 三到五年内肌肤可持续延伸治疗效果 包括弹性 光泽 还有紧致度等 那什么是水光针呢 水光针 水光针就是注入真皮层之后 与细胞发生水合作用 促进血液循环 以及皮肤对营养物质的吸收 其自身也会不断的被吸收和稀释 因此水光针所维持的时间是有限的 一般来说呢 皮肤干燥的 疏于保养的人 可以维持的时间可能就比较短了 那约三个月左右 连续进行三次水光针的注射之后 效果可以维持六到九个月左右 但根据个人的体质 肤质还有生活习惯 时间也会维持的有所差异 所以呢 我们透过水光针的注射呢 能够让面部肌肤皮肤水嫩 让你拥有明星一人般的光滑透亮的皮肤 同时有效的解决 真皮层缺少水分的问题 注射之后 马上皮肤就变得水当当 细纹不见了 脸蛋更漂亮了 女人爱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在每个阶段都有属于肌肤 年龄适合的疗程 透过保养和疗程 可以双管齐下的呵护你的肌肤 选择适合自己的疗程 才能够更有效地达到美丽 跟动灵的效果 大饺子 说 大饺子 老好吃的 东北话说 东北话说 别装 老好吃 哎呦我说 哎呦我说 对 大饺子 哦 嘞 对 大饺子 双awn 对 大饺子 讀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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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